有位名人曾对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天,他的朋友跟他说 生死很可怕,随时都有变化 不一定能让我们有个完整的生涯规划 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活多久 但是人们往往定下很长远的计划 其实错了,我要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因为我觉悟到人生无常 他问朋友,是什么样的无常法 我也常常听说,但是很难体悟 这位朋友就告诉他,不久前我突然倒下去 莫名其妙不能呼吸 当时我好像做了一场梦 梦到周围一片黑暗,很阴森恐怖 后来前面出现了一道光 光里走来一位很有威严又凶恶的人 那位朋友心里知道,这就是阎罗王 他就赶快向阎罗王说 我很有钱,很有地位权势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 阎罗王就问他,你想想 在世时有没有做过什么好事 他就想,好事 什么样的好事呢?实在想不起做过什么好事 只好回答阎罗王,我不知道什么好事 但是我有钱 阎罗王就说,有钱啊,也好吧 就让你交保 朋友就很高兴地说,不管多少钱我都有 阎罗王说,不需要太多 一块钱就好 他就探手在口袋里找 结果一直找,就是找不出一块钱 他看看周围似乎有认识的人 便开口向他们说,借我一块钱 但是每个人都很木然 毫无表情也不理他 他抬头看着阎罗王 阎罗王很愤怒地说 既没有做过好事 又连一块钱都没有 你真该死 顿时有很多牛头,马面,小鬼,夜叉都一起朝他扑上来 他吓得醒过来的时候 很多医师护士正在替他急救 当然他活过来了 所以感慨量身 原本以为地位高,钱多,明大就有多大利益 但是什么时候突然一口气不来 再多的钱,再高的地位都没有用 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有人为了名利不可一世 好像只要有钱赚就不择手段 掌控了整个社会 让好事不能畅通 清流不能去净化恶浊 这样的生命 即使让他有钱有地位 也只是富而没有贵 反而是不值得的人生 所以做人不要太过失财傲物 但是也不能失去信心 最重要的是把握时间 随分随力为社会奉献出一己之力 请慈悲常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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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